第二次拍這條影片 剛才整條影片都沒有聲音 Hi 我是Jennifer 火花 今次這條影片是拍一個情感Q&A 在IG問了大家關於感情的問題 因為上一條影片的反應是超級無敵好 是史上最快變了26萬的一條影片 所以都非常感謝大家去收看這條微笑分手的影片 真是受寵若驚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看人分手 今次我在IG問了大家感情上的一些問題 這個答案非常多 我剪了大約10個問題出來 但如果太長的話 我都會選一些比較想知道的問題去回答 事不宜遲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些感情類的影片 或者我對感情的一些看法 愛情的一些經歷 或者你八卦的話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和繼續看下去 Let's go 第一條問題就是 怎樣跟家人介紹另一半 回想回想應該是 通常都是家人的生日 或者大時大節的時候 都會在自己家裡吃飯 或者叫外賣 吃火鍋 通常都是這樣的習俗 所以應該前兩任有介紹的男朋友 都是在這些大時大節 可能是爸爸媽媽生日 或者是我自己生日 或者是新年 逢年過節 可能是端午節 中秋的時間 大家會圍著吃飯的時候 就會帶男朋友回家吃飯 就會跟大家介紹 這個就是我男朋友 你可以叫他點點 這個就是男朋友點點點 即是同一時間只有一個 即是介紹了 真的不是很多男朋友 給家人知道 每一次介紹的都真的穩定的時候 可能起碼半年九個月之後 我才會介紹給家人知道 好 第二條 會不會經交友APP識人 好老實和大家說 我是從來沒有下載過任何的交友APP 除了你說 Facebook我不知道大家 當不當是交友APP Carrosell現在就變了交友APP 雖然我有Carrosell這個APP 但我只是在上面買東西 我不是拿去交友的 因為我自己個人 安全感比較低 和避害妄想症比較嚴重 是會很害怕一些陌生人 即是complete stranger 去形式 我總是會覺得他是來欺騙我錢的 或者是來欺騙我家人錢的 看得太多 什麼倫敦金 什麼保險 或者什麼金光檔 真的很害怕會遇到這些感情騙子 就算交友上面 我都不會去主動去認識 一個complete stranger 我身邊 無論是朋友 或者是我認識 我交往的任何男朋友 都是朋友介紹 又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總是會有一個關係連起來 我會大概有個底 知道這個是一個什麼人 我才會去嘗試去認識他 去主動和他聊天 就是這樣了 即是complete stranger來講 我真的沒有 因為甚至我的網友 金光檔 或者Lissy Daily他們 我都是因為知道他是拍YouTube 他的底是這樣的 我對這個人完全沒有知道 我知道他的作品是什麼 他拍過什麼 我大概了解這個人的雜性是怎樣 我會這樣 就會讓他人有安全感 就可以做到朋友 進一步的交往 男朋友更加不用說 是沒有可能可以互相交友 之後會產生感情 然後就是拍拖 從來都沒有試過 我是絕對不排斥別人 在一個dating app 認識朋友 或者是找對象 但我自己就真的突破不了心房 他人比較大牆在前面 這個問題就比較長一點 話說就是拍拖兩個月後就長一點 現在是長一點了兩個月 覺得沒什麼感覺 每晚一起對著電腦 看電影打機感覺 夥膽找一些事情一起做 但我已經不知道可以說 怎樣可以挽回這段感情 我會覺得你自己都說了 其實對這段感情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兩個月就長一點 其實你們本身的認識不太新 我不知道你們認識了多久 之後就在一起了 但我會覺得 如果大家只認識了一個月 之後就一起了兩個月 加起來只有三個月的時候 你們三個月的認識 你們一起經歷的事情不多 你們的回憶也不多 之後就要長一點 其實是很難令互相有一個很穩定的心 也好 有這個很有責任感 他很想維繫這段感情的決心也好 是比較難的 我自己覺得 夾硬找一些東西出來維繫的話 其實我覺得你自己對這段感情 是責任多過這個 passion 或者是愛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有愛 或者對方對你有愛的時候 你們一起去找一些東西一起搞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趣的 都是會覺得很享受的 就算我看電影什麼都好 大家都會可能在電影上面 大家都會很快的 大家一討論 一討論電影的時候 就會很有光 大家就會很有共鳴 很開心 都是可以很甜蜜的一件事 但如果你覺得已經是連看電影 或者打電影都沒有感覺 好像網友一樣 或者是很平淡已經沒有了愛的話 其實都很難繼續一起去維繫 而且都好看你對方對你的態度是怎樣 他是不是都是一樣覺得沒什麼說 是呀 我有個女朋友 是呀 我有個女朋友 是呀 我有個女朋友 大家打開電話聊一下 但是都沒有東西聊的 因為都沒事發生也好 然後大家對大家的認識有不太深 或者愛都未 develop 到這麼深層次 大家未真是 fully connected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很難你說怎樣挽回的話 我想要是你去找你的男朋友 要不就是你的男朋友 找個機會回來跟你去經歷多些事情 看看哪一個可以做這一步 但如果你覺得這段感情你衡量過 不值得去為了對方 飛過去找他去生活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 三十數人說話就是這麼現實 好 這個問題就是 跟男朋友一起了差不多八年 看不到他的上進應該怎樣好 但又不想因為現實而分手 一起了八年都真是頗長的一段時間 我明白為什麼你會不捨得分手 第一 第二 你可能會覺得 因為現實而分手這件事很屎繪 因為可能你會覺得 他不夠上進 或者他不上進這件事太現實 而現實這件事就會變相 negatively 就會變成屎繪 但是我會覺得你拍了八年 當你可以說到他上進心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你應該年紀都不是特別年輕 開始重視對象的內在 他對後面可能你會開始想 你們的婚姻會怎樣 你們之後組織家庭之後 他會有什麼計劃 你會開始有些擔憂 如果他人又不是特別努力向上的時候 你可能自己會令到自己的工作壓力更大 你會關心自己可能 婚姻生活不太幸福 我覺得你應該是想表達的事情 而去問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始終你們一起了八年 但是我之前有一段影片都說過 不管你八年也好五年也好 我活到八十歲 你用了人生十分之一的時間 去跟這個人一起 但是你還有幾十年要活 你這幾十年要活 他一直都不長進 一直都不上進的時候 你會一直都很激心 或者是很屈滿 覺得他好像爛泥符不想病 或者很安於現狀 這個身水很穩定 我覺得二萬元已經很夠 但可能他現況暫時這個年齡 二萬元是夠他過活的 但是萬一之後 他有一個家庭 你們組織了家庭之後 二萬元有這麼多的洗費 要用各種支出 其實是兩萬元究竟夠不夠你生活呢 但是就算你男朋友拿二萬元 然後你又二萬元 一個月大家四萬元 你可以儲多少 花多少 這些是真的要想 但是如果你男朋友到現在 應該不小 我相信他都沒有想 或者他沒有去一個計劃 覺得自己應該要去怎樣長進 那你都真的不可以為了 給這個八年的感情 八年的時間去困住自己一世 例如八年和幾十年 那你用幾十年的時間去後悔 還是你會在八年這個位置去指洩 這個你要自己想一想 好 這一題我在IG都有答過 但是我發現很多人看完我的答案之後 都非常之認同 所以我都將我自己的IG答案 都跟大家在影片上分享 那首先條問題就是 怎樣處理自己對X的喜歡 不想再打擾他 但自己是未 move on 我的答案就是答了 咒醬減肥說沒法戒口 說因為真的很喜歡吃甜食 哪誰能幫你呢 明知道什麼是對的 還問我 無法無法就想辦法去無法 要不然你經過外賣事 看到袋子很漂亮很想要 但貴到不得了你買不起 難道你強行闖入去 你要搶了袋子 那當然是自己要找方法 努力賺錢而去買到那個袋 對不對 不對的事就不可以縱容自己 是繼續陷入去的 那你未 move on的心情 那你未 move on的心情 亦都沒有給你需要認清現實 是重要的 換句話 即是你需要認清現實 多過重視自己未 move on的心情 沒錯 這個就是我IG的答法 那我會覺得 你未 move on 到底是為什麼呢 是否因為你用太多時間 你個人太有空 你一有空 你就會開始轉流角尖 又在想回之前跟X的美好回憶 又或者是想起之前他做過一些很浪漫的事 你不捨得等等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這件事 而令到你很難 move on 或者你遲遲都未能夠放下這段感情的時候 可能你可以做的事就是令到自己更好 為什麼令到自己更好 是因為其實分了受一定各種不同的原因 你又覺得是男朋友錯 但是其實你自己一定都有自己的問題 一個巴掌是拍不響的 所以一定是雙方都有問題 才會促成這個分手 所以都會檢視自己究竟有什麼不足 如果知道自己有什麼不足的時候 那就去 improve自己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的身心靈都可以提升 或者你是否真的太有空 人除了上班或者上學就沒有工作 那是否應該找多些東西學 無論是語言也好 樂器也好 你做運動去分散自己的心也好 你做瑜伽 你冥想 你去看書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渠動 不同的活動 一來可以分散自己的專注力 不需要經常有空 就想下去 哇 像男友很棒 你也可以趁這個時間去增值自己 令到自己自信大些 和自己得著多些的時候 當你遇到新一個對象 你就會更加有自信 和你遇到的人都會更加適合你 因為你經歷的東西越多 你學的東西越多 你就會越知道自己是需要什麼 和越不需要什麼 而且你都說得 你都知道打擾她是一件錯的事 你就不要做 好不好 我們清晰一點 相信愛情是緣分 是你的怎樣對待 都是你的嗎 還是這只是藉口 你就算怎樣 對她壞 她喜歡你 就是會喜歡你 她不喜歡你 你對她怎樣好 她也不喜歡你 這個定律是對的 但是你說關不關緣分 緣分是關事的 但愛情是不關事的 這裏是講了三樣不同的事情 愛情、緣分和剛才說的定律 是三樣不同的事情 愛情是否緣分 無論愛情、友情、親情 都是緣分 你媽媽生你出來 不代表你和你家人 你爸爸媽媽的緣分 是很緊密 可能是經常吵架 你們分開住的感情 會比一起住更好 這就是你們緣分的問題 但不代表你們的關係 依然有親情 而你說愛情是緣分 愛情一定是緣分 你們愛情的緣分 夠濃烈 你們才可以 今世有一齊到的機會 這個緣分 是何時來何時走 都是好看 你們怎樣用心去經營這段關係 可以耐久多久 會不會令到你的緣分延續 我覺得都有可能 但就算你們兩個 都很努力維持這段關係 可能都有機會是因為其他事情 例如可能地震無緣無故 一個天災 搞到你自己死了 或者你的伴侶 就命都沒有了 你的緣分就完了 就跟你說 他對你怎樣 你對他怎樣 那個正比還是反比 是完全沒有關係 但你剛才所說的 你怎樣對他 就算你對他很壞 他喜歡你 他就是喜歡你 這個是對的 所以 你要對你伴侶好 是應該的 你不可以跟一個男朋友一齊 但你不對他好 因為你覺得我對你不好 其實你就會對我好 這樣 這個想法是錯的 這個問題是非常有問題的 是三樣不同的東西 你要慢慢去了解我剛才所說的 我不知道我自己說得 夠不夠立體 具體這件事 但是你要思考的緣分 愛情 還有怎樣對待關係 怎樣對待大家 這件事是三樣不同的東西 但是有一點非常之重要 就是每一段的關係 都應該要認真對待對方 你要知道對方是認真對待你 你都必須要認真去對待對方 分手的主因是淡了 對方沒有挽回? 溝通? 這個問題基本上 在上一條影片出了之後 我收了很多DM 還有下面的留言 都在問有沒有挽回 他竟然不挽回 他真的是垃圾 你不要浪費時間在他身上 其實很想跟大家說 可能我這條影片都沒有說 還有我覺得應該沒有什麼需要 但誰知道就會換來這麼大 原來大家很關心 對方的回應是什麼 現在就跟大家說回回 我當時就發了一段超長的分手 他隔了大概二十個小時 還是一整天 他才回復我 但他回復也是頗長的一段 內容大概說 他承認你現在的狀況 之後也承認自己現在的狀況 現在的情況 沒有心力去處理我們的關係 所以他是尊重我的決定 去認同我們分手是正確的決定 所以就變成了分手成功 一個星期之後 他就再找回我跟我說 想復合 因為可能那些男人 他不失去 他不會想 其實他自己也有說過 我之前有問過 為何一些人 經常求婚 但之後又退婚 我們有談過 他說男生很多時候 都是一未發生的時候 他想不到二 即是他未求婚 他就想不到結婚 他適不適合結婚 所以很多人求完婚之後 突然之間就會悔婚 然後就離婚了 而我的前男友PP 他的思維都是這樣的 即是我未說分手 他想不到自己 他未可以 認識到自己的情感是怎樣 或者他下一步應該做些什麼 他想不到 可能我都預計了他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之後 他會再找回我 說一段不同的事情 所以他 一個星期之後 就有跟我說 他想再試一次 但不想 就結束了我們這段關係 但是我收到這段訊息之後 我沒有說 掩著嘴笑 我這個分手的策略做得很好 因為我就是想他 求我回來 想珍惜我 其實不是 我真的想分手 我都有想過 如果他之後挽回我的時候 我會不會跟他在一起 為了挽回我 而當場求婚的話 我會不會淚流滿面 馬上說 Yes I do 然後我也想得很清楚 原來發現了自己 怎樣做你一個分手的決定 其實就真的 我想到我沒有辦法 跟這個人一輩 所以就算他想挽回我 用求婚這一招 我都不會答應 所以我當時很清晰 我做了這個分手的決定 我知道自己一定不會翻兜 就是因為這樣 舉手不回頭 我自己就是這樣的人 他一直都有找我 都有找我 我們都有見過幾次 因為有朋友生日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朋友 和群組的人 在聚會 飯局 都會見到大家的出現 但是都是一句兩句 最多 因為自己知道和他分手 不要再給任何無謂的希望 對方 令到大家誤會 或者阻礙別人去轉動 還有我也是 要不就一起 要不就不要一起 所以可以做普通朋友 但是我會放很大牆在前面 那你說我們之後 還有沒有再談過 很認真地談過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一起的問題 在哪裏 他很用力地挽回的時候 我的回應是什麼呢 我都跟他說 首先我自己的情況 是真的不適合拍拖 現階段 我真的很想 專注在自己身上 因為我找不到自己 生存的意義的時候 我如何好好維繫一段感情 我根本沒有那個心力 就算我們硬在一起 我都不覺得 我們會是一個很開心的一個關係 因為你之後 就算你現在回來香港也好 你之後也要回去 去繼續工作 你改變不了現在的一個困局的時候 根本我們看不到那個未來 是怎樣 所以我會覺得 不需要再一起回 那時候是想得很清楚 它是有挽回 也有繼續溝通 但是之後 都是決定不一起回 和不會一起回 好 最後我們回答多一題 你再想找什麼類型的另一半 成之前交友APP那條所說 我就真的不會用找這個字去說 找什麼類型 但是我會希望自己遇到是什麼類型的人 我會希望自己遇到一個對我好 真的懂得對我好是很重要 不是對我好 是懂得怎樣對我好 還有有他的事業心 即是他的事業心是怎樣呢 他要上進的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有目標而是努力實踐的 這個就是我心裡的想法 還有他人是 懂得關心我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覺得 我很需要別人懂得關心我 怎樣去關心我 和懂得關心我 是兩回事 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心靈上是需要真是靈 還有如果說星座來講 八陽座 我想普遍都是募強的一個特質 是真是很容易崇拜一個人 很需要崇拜一個人 而去產生這個愛情 即是這個人有一件事 或者一件以上的特質 我會非常讓步 我會覺得 很棒 很帥 很帥 很差 即是會覺得是這樣的 我就會產生到愛情 但是 如果他不是有任何功能 或者他不是做事特別厲害 即是沒有任何一件事特別厲害 我很難突然喜歡一個人 這個是我自己務強的一個性格 我不知是否 總之我覺得我八陽座都好像是這樣 而你說他要什麼敲信 他要什麼一髮衣 他要帥仔 好像不現早 即是這些這麼外表的東西 我真的完全不在乎 最好就高過我 我想矮過我就盡量不要 但是萬一真的很愛的話 那都OK 即是 總之他的樣子又不需要說特別帥仔 我對特別帥仔的人 都沒有什麼特別好感 總之我自己看起來順眼 我就已經OK 是不是很簡單 沒有 真的很難 希望我自己都遇到了 好啦 以上就是這條Q&A答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條影片有不有趣 希望大家都看得開心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都記得按個讚好和訂閱這個頻道 按下鈴鐺 就可以在這時間收到出片通知 那我們在下條影片和IG見 拜拜 如果你想我拍些什麼 有什麼想法 或者你想我拍些關於愛情的東西 或者星座的東西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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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